经济 在江湖中快乐 在江湖中长齐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江湖清谈节目 我是胡玉清 江湖清谈第一季已经播出一段时间了 感谢观众朋友们的鼓励和支持 让我在第二期的节目中 有了更大的动力 在这一段时间内 围棋其实有了很大的变化 在竞技层面 拥有了AI的出现 大家对AI的学习 导致的招法和理解 都和以前有了大大的不同 而在业余这一块江湖里 其实也有了很大的变化 尤其赛制 更多的体现了参与性和观赏性 而渐渐淡化了竞技性 在这江湖清谈第二季的节目中 我将努力的给大家带来这些方面的变化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陈威廉八强战 北海国家高新对上海中国天赢的一场比赛 在前两局的八强战的三番棋里 前两局的比赛中 双方战成了1比1 这盘是决胜局 双方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盘棋 这盘棋是北海国家高新对的黑棋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布局 究竟是典型的AI布局 在当时对局的局面的情况下 这个被称为金毛布局 因为是这个金毛软件 特别喜欢下这个布局 这我们可以看到 和之前两三年以前的布局 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在两三年前 几乎是大家清一色 都会下中国流布局 而现在都改成这个 这是因为AI厉害 所以大家越来越多的 去模仿和参考这些AI的一些下法 通过一些学习 当然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布局的时候 我确实是大吃一惊 这个小飞 也是明显带有AI的色彩 其实放在几十年前的日本旗坛 这一首小飞就很流行 但随着中韩围棋的强势的崛起以后 这部小飞反而越来越少见 然后AI却为这部小飞 提供了一个新的证明 他特别认可这个下法 最主要是他比较讨厌 AI比较讨厌这个飞压的一个下法 他如果被飞压就已经亏了 只要这席不能冲断 这个布局只是选择这个爬的话 电脑都普遍更喜欢这样的白起 即使没有这部家机 只要黑起一拖先 比如说一挂脚 白起肯定会毫不犹豫的飞压 他认为这两手的交换明显是得力了 所以这起一小飞 这就形成了一个新的布局的套路 我们称之为金毛布局 这部挂脚也是这样 其实赛前与北海国家高新队的一个教练 兼主力队员是十月九段 我们查询了一下他十月九段的一些词谱以后 他当时特别喜欢下这套布局 而在陈威廉的一个赛制中 教练是非常重要的 教练会往往会影响了一个全队的一个 整体的一个风格 十月九段肯定会为他们准备一个 这样他自己熟悉的布局 所以我们也做了一些相对的准备 这些都是常规的一个套路里面的一个布局 白起如果拆这个 这是一般的思路 然后被黑石逼住这个 电脑认为这样黑石更满意一些 尤其这逼住以后 白石不补齐的话 这时候打入非常严厉 而如果补齐的话 这个效率明显就偏低了 白石站挂脚 肩顶 走这 黑石走这 白石跳这 赛前在准备这个布局的时候 当我们的队友给我摆出这部跳的时候 我是大吃一惊 如果说之前的一些招法都还在我的预料之中 还在我的理解范围内的话 这部跳我就渐渐就渐渐看不懂了 然后他们告诉我这是电脑推荐的一个布局 现在越来越多起手都通过电脑来学习和准备布局 像这些下法 尤其前十一手 是在当时所有的软件中 都认为双方最佳的一个下法 为什么最佳 之前这几手我还都能理解 但这一手跳 确实没有这样的感觉 用人类的思路 或者我对其的理解 我觉得更想走这一手 这一手 第一是对实地的一个安定 第二对这个子也有攻击性 第三又远远的照应了这一手棋 这一手往这空中跳一个 这可能是AI独特的一个思路 但它的一个我们学习AI就这样 首先看它看不懂的地方 我们却努力去琢磨它 这手棋什么意思 如果黑棋不走 黑棋如果随着拖先的话 白棋这将来要靠 这个是我们可以预料到的 靠了点33 这个黑棋不好应付 如果沾这个的话 被白棋先手扳一下 这个太舒服 不仅有先手十多目的 一个实地的价值 更关键是眼位 黑棋如果立下的话 白棋断 由于有了这手棋的接音以后 这个黑棋的战斗非常非常勉强 即使黑棋团也是这个问题 白棋一段 黑棋不能加 加的话白棋一搬过 这个黑棋的实地损失太大 如果坚持打出的 白棋一长 本身这个战斗 如果是白棋争子有力的话 也只是白棋稍稍不力的局面 但有了这个 有了白棋这手棋的一个接音以后 这个战斗黑棋明显很困难 非常困难的一个局面 所以这时黑棋 对白棋这步跳以后 不能完全的脱先 一定要想一些办法 第一杆黑棋 按照以前的思路是尖一个 当时我们在摆棋的时候我也摆出了这尖一步的一个变化 但马上遭到了他们的一个批评吧 我们的队员就告诉我 这棋这个尖是电脑最不认可的一个招法 那我说那认可哪呢 他认为电脑的一个理解是小飞 他认为这个小飞是一个棋形的要点 比这个尖要好 这就和我们传统对围棋的一个理解 就有所不同了 我们一直认为这部尖是行 这里也行 这是我从日本围棋 就几十年以前 日本围棋都认为这个尖的形状特别舒服 第一个防段 第二把里面脚里面的变化 都已经基本上是消除干净了 因为有了这部尖 大家再看这个招法就明显不行 对吧 黑棋一团 白棋一段 黑棋就把这个打吃就行 另外一个情况 就是黑棋如果尖以后 对这个子 还是将来这一双封挂尔的攻击 也特别厉害 而且这个形很厚实 而走这个的话 多多少少有各种借用 比如说这个一走完以后 什么一拖啊之类 或者一靠了一搬啊 靠了一夹 手段很多 但AI的棋就是更重视 对效率 他认为这手棋太慢 另外一个下方 也是电脑比较推荐是拆二 拆这个二 这手棋的作用在什么 在白棋靠 黑棋走 白棋点 黑棋可以立这个 立了以后 我们就会发现 这手棋的用意 因为有了这手棋的坚硬以后 黑棋可以拐出 拐出以后 白棋直接要对这个 黑棋这两个子 进行一些招法的话 就比较困难 如果走这个的话 黑棋可以小尖出头 对吧 白棋本手只能压 压黑棋跳一个 或长一个 白棋这个脚上两个子很苦 要做活的话 很困难 即使做活了 效率也很低 所以这个也是 AI推荐的一个下方 这应该是 下到这手棋的时候 应该都是在 我们的准备之中 黑棋这棋 实战黑棋就是小飞 这一看也是 在对方的准备之中 这也可以看见 看出成为了一个特性 接下来这步棋 白棋可以 按照电脑的推荐的话 白棋可以走这手 这手可以先手交换到 但同样 黑棋也有可能脱先 如果脱先的话 白棋有这样的手段 靠了一家的一个手段 这手段很严厉 同样白棋也可以先靠了一遍 靠了这个间 黑棋顾及只能弃 如果这样应战的话 多少有些不利 这样黑棋的脚很危险 所以白棋这小间一个 也是电脑推荐的一个下法 当然我们队友 对这个布局 其实做出了很大的一个研究吧 走了这个以后 下一手棋完全是 又一次颠覆了我的围棋关 靠这手 这手棋应该说 人类之前也有招法 在日本棋手棋谱里 曾经早早出现过 这部靠的下法 但更多手白棋是先靠这个 再靠这个 为什么要先做这样一个交换呢 首先白棋如果先靠这个的话 黑棋搬 黑棋搬反击 肯定是第一感 作为一个围棋 作为一个棋手来说 一定要随时随地的有一种反击的意识 如果一直是跟着别人的意图下棋的话 这很难获得胜利 黑棋如果搬这个的话 白棋这是靠 搬 如果能拖到这下 白棋有虎 这是白棋的一个思路 走完白棋一段 如果白棋先靠了一虎 黑棋即使退 白棋搬这个的时候 黑棋也不可能搬这个 而一定会选择搬这一手 这就是白棋先靠的一个意图 更何况黑棋如果搬这个 白棋靠 再一虎 黑棋这事是绝对不能反击的 反击的话 白棋走这 再一站 这个白棋可以先把这下打掉 这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概念 本身这样黑棋断 白棋走这个 黑棋更多人会偿这个 白棋就把这个抱死 这是一个常见的一个定式 另外一个白棋就推出 这从我们之前人类 对这个局部的一个理解 是认为黑棋好 但现在AI出现以后 认为这个变化 白棋未见得不能下 白棋这样的话也还可以 这个图也是可以选择的 但黑棋 尤其白棋靠了以后 黑棋扳 白棋拖了以虎形成断 这个变化的话 这样的话 黑棋稍显勉强 所以这是靠的一个 先靠这一手的一个意图 黑棋如果走这个 黑棋更多下 发现是走在这 然后再打吃 这可能白棋先手取的一个脚 在这样的一个局面下 尤其白棋这里 已经出头的一个情况下 白棋也能接受 所以他不肯先靠 先靠的话 黑棋有可能会把这一手吃 白棋一尝 黑棋再扳 这可能就不是白棋意图 这一下毕竟多少有点损 对于黑棋的形状的厚薄 来说多少有点损 通常所述 这不靠 我认为是在准备的过程中 我们也是受到AI的一些 参考和影响吧 他尽管首先的一个选点 是走这个 甚至或者是走这个 但这不靠 是我们通过对AI的一种学习以后 对这盘棋做出了一个 战略的一个部署 在这盘棋 其实我们就做了 我们上海队 做了充分的准备 周瑞阳教练张强 张强是一名非常擅长布局的棋手 而且加上唐家文 曹佑颖 曹佑颖是这盘棋 下布局的一个棋手 都做了非常非常大量准备 会猜对手怎么下 然后通过AI 通过电脑 让我们用俗话说 让电脑跑一跑 把这些变化都跑熟了以后 然后再在比赛中有地方使 而这盘棋 其实准备的 就是根据了电脑的一些推荐招法 然后采取一个最适合我们队伍的一个 整体的一个下法 而对手其实也是如此 对方的布局充分体现了 他们的核心棋手 也就是他们教练十月九段的一个战术 可能听到这些名字 大家觉得今年陈威廉的实力 确实提高的很快 像北海高新队里面 非但有曹霄阳等 曹霄阳啊 还有袁廷玉啊 等男女为甲的一些主力棋手 有张空峰这样的业余顶尖高手 而且还有十月九段世界冠军 来作为领先的棋手 整体实力应该说是非常的强 而我们上海中国天雲队 则是有中国那个 骑胜战的冠军 也就是也是世界冠军 周磊阳九段领先 同样我们有刘诗正七段 然后张强五段 乔治健五段 童玉玲五段的男子的一些 非常有实力的棋手 以及女子的围甲棋手 三件个人赛冠军曹佑颖 还有我们两位希望之心 上海的两位希望之心 一位是王兴浩 拿过世界青少年组 青年组和少年组的双量冠军 另外一位就是唐家文 是当时已是以最小年龄定断 而且近年年进步非常快的一名 未来之心吧 这两名棋手 我觉得大家以后都可以关注一下 业余棋手 有我和王琛 应该说整体实力 两队应该在博种之间吧 在前两局的比赛中 第一局 北海队下得非常出色 我们几乎没有什么明显的机会 在乱战中实力 而第二局是我们发挥的很好 一路占有优势 我是最后一棒上场的 我当时觉得 这期只要不犯错误都赢了 但最后也就是赢了半目 想想还是很后怕的 大家可以看到 陈文连的骑士大家下的时候 作为骑手的角度讲 其实有的时候会非常紧张 比各下个人赛要紧张 但同样观赏性非常的强 大家可以通过暂停啊 换人啊 把比赛质量也会不断提高 这盘棋我们就会努力的 让大家 让观众朋友们看到 这一个非常精彩的一幕 我们回到棋盘中 白棋这部靠 其实也是想把通过这里的一个借用 对这手棋产生攻击 这部跳也是这样 但其实如果没有AI 我认为人类很难会做 对这个做一个这样的一个选择 因为毕竟这个攻击还是很困难的 黑石段搬这里 白棋反扳 黑石退 白石再压 这当时我印象特别深刻 曹又盈三端 就几乎每一手棋都是秒下 给对手一种感觉 就是我这些都已经是我赛前准备好的 给对手施加了很大的压力 再长 白石退 其实这样下到底好不好 其实很难说 我认为这棋其实白棋并不好掌握 对这个子 这个子黑棋其实只要拆高 黑棋自身安定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另外白棋这两块 到底是后视还是姑棋 我现在更认为 这更像比较一个比较薄的一个局面 将来黑棋一跳 这三个子绝对是属于受攻对象 但黑棋走这的话 白棋肯定会点了盖住 一方面加强自己 另外一方面对黑棋的一个攻击 其实以我对AI的这些下法 包括白棋这里压五路这个下法 从本身想象 作为一个人类的一个思维 其实或者我们受到传统的一个维棋的学习的一个理念吧 大家觉得这种下法 其实压五路的下不大出手 将来被黑棋 如果能看成黑棋回贴 白棋虎的话 这个黑棋一旦如果成空的话 黑棋这块棋的效率还是非常的高 但AI认为白棋这里各种借用特别多 包括这脚上 包括这边上 都有借用 其实到底属于黑棋能点多少空 还是个未知数 同时黑棋其实如果把这里 如果被白棋这走一走 再搜刮一下 黑棋两块全全木树都是被限制住的 这是AI特别喜欢的一种局面 所以说黑棋这部尖顶 从这里开始 应该是双方都已经没有准备了 事前我觉得这些下法既是没有准备 但在一些比赛中 一些棋谱中 都多多少少都能看到 尤其作为他们职业棋手来说 这些下法肯定应该是烂熟于胸的 这部尖顶应该说是 比较少见的一个下法 但情有可原 为什么这么说呢 如果黑棋走着 白棋很讨厌 白棋走这个 然后加一个的变化 这两下有点让黑棋讨厌 黑棋如果走 白棋吃 黑棋一沾 这多了一个断点以后 那这里下法就完全不一样了 白棋甚至将来走一个 或者打车跳 甚至在外面走一个 都有各种牵手 可以把黑棋的实地限制得非常小 同时加上立下以后 拐也是先手 拐完白棋打吃 有这个手机 黑棋不行 所以这里看上去 如果被加到以后 其实黑棋目数也没想象中那么大 这可能也是电脑推荐 靠了连班 这一个基本的出发点 它让黑棋下面没有多少空 此外黑棋 我觉得在这个局面下 黑棋回贴也是可以考虑的一手 尽管有些缓 但也强调这个断点 实战黑棋坚定 坚定以后 这时就产生了一个分歧 我印象特别深刻 当时曹佑颖在这个局面 进行了一个小小的长考吧 他说对这个一个局面 无疑做几个选择 第一个 第一杆肯定是不想让他便宜 刚才我们就讲过 下棋的时候 尽可能的要给对手 进行一个反击 不要按照对手的思路下 他坚定肯定希望你立下 这肯定是他的一个思路 那我尽量抢个先手 走了以后 打吃 粘上 然后白棋可以在这 抢个先手 但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 这一左上角 完全的实地化 这两下从局部讲 很损 为什么损 我们一会儿可以再讲 然后最关键是 我们下一手攻击在哪里 白棋 其实要攻的话 还是要走这个 你如果虚化化正上 看去很有气势 但实际上走完这几手以后 黑棋如果安定以后 白棋这到底 拿到多少东西 这显然是一个 非常大的未知数 而且很虚 将来黑棋 从这里走一个 白棋甚至还是有攻击 被攻的可能性 但走这个的话 黑棋第一个 就算这样跳出 这个要把黑棋吃了 那肯定是天方夜谈 但如果吃不到的话 又会面临这个选择 白棋得到多少实质性的东西 另外黑棋很有可能 先把这个特别打 这个拐的价值 我们当时在学棋的时候 像这种拐球 就千军之力 另外这不拐 让白棋很为难 如果白棋吃得小了 黑棋将来还可以骚扰 白棋如果只吃的话 这个先手打拔 又是黑棋的 这白棋其实吃了半天 没吃多少木树 而黑棋一挂 可能黑棋这两手棋的收获 就要超过你上边的全部 这个是白棋不能忍受的 但如果白棋 如果吃得要大吃的话 黑棋还有可能往里面活 这个依然不好吃 如果再吃不到的话 由于这两手交换 黑棋明显便宜了 这个图是白棋断然不能接受的 所以可能考虑到以上方面的因素吧 曹佑颖当时实际上就做了一个选择 是选择这部二路利 因为我们也知道 陈文莲是一个接力赛 第一阶段至少下40手 就双方至少下40手 就每人20不齐 也可能下到60手 是第一阶段结束 所以我们大家都会排并布阵 我们第一棒派出的是 很具有布局实力的曹佑颖 曹佑颖对布局方面的一个理解 其实第一 它是一个很刻苦的骑手 对布局方面见到的很多 第二个 它本身也很有实力 即使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 这部利 我觉得也是无可厚非 同时他认为的一个 觉得他认为这部坚定和利的交换 不一定黑棋便宜 首先有了这部利以后 黑棋这部拆一以后的眼位 会大大受损伤 第二个 白棋将来跳到这个以后 黑棋的味道特别惯 白棋将来一拐 黑棋走 白棋打吃 黑棋沾 白棋一粒 白棋可以通过气子搜刮 这部坚定和利的交换 不一定便宜 甚至还是亏了 同时他认为这部搬了打吃 实在下不出手 正是这两方面的一个原因以后 所以让他做了这样的一个选择 先例 坚定完以后 黑棋这时不能再拖线了 如果再拖线 白棋走 白棋可以连压两下 再走这样 这跟刚才就完全不一样了 这个白棋的配置太好了 黑棋这个子已经有了无疾而终的感觉 奥陆利以后 我们刚才讲 对黑棋拆异以后的眼型损伤很大 所以如果这样走的话 黑棋太危险 所以这时第一改 就是往这里走起 安定下来 实际上是做这个选择 当然电脑一直认为 这手拐特别大 他一直认为要抢这手拐 我们可以细细品味一下 为什么说这手拐的价值特别大 这手拐更大的强调的是 对中央的一个控制性 白棋如果在这走的话 黑棋就再点一跳 这出头以后 这手拐依然一一生灰 对白棋有一个压迫 同时再黑棋再挂这个的话 这个的价值已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这就形成一个立体型的一个结构 我们讲立体型的结构 一般的价值就会非常的大 实际上黑棋走这个 白棋尖 这是电脑一直推荐的一部棋 可见曹永毅不是不明白这手 是觉得刚开始他并不喜欢这么下 电脑可以给人类 电脑尤其AI软件以后 大家可以给人类很多参考性的一个下法 但终究还是要选择自己喜欢的 而不是一味的完全的模仿胜率点最高的 这样的话就失去了意义 实际上黑棋顶住 白棋飞 这手棋是同样也是电脑推荐的 但我却不是特别认可 电脑推荐的两手一个是正 一个是飞 这两个胜率差不多 但我更喜欢这手正 我感觉这是第一感 说走完以后对现在强调的还是要对这两个字的攻击 而不是右边这里 右边这手飞尽管价值很大 黑棋如果不敢冲断的话 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黑棋冲断 白棋可以贴一下 白棋跳或者虎都可以 如果这样战斗的话 白棋就跳吧 黑棋如果长白棋一跳 战斗的话显然对白棋有利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所有白棋子都在外边 而黑棋的子更偏向于实地 更关键是这两个子还很薄 甚至是一个被攻击的对象 如果马上这里战斗的话显然不利 如果不战斗的话 被白棋将来挡下 这里的价值本来是黑棋的头变成白棋的头 同时白棋也安定了这款 其价值固然很大 非常大 本身是非常大的 但我觉得这里还是重中之重 如果抢先攻击的话 是白棋保持着攻击的主动权 而实战白棋先飞 黑棋跳 这有点攻手逆转的感觉 黑棋有了这一手棋以后 这一块基本就安定了 这以后将来着急的话 只要有这个利的先手 黑棋这个点是非常舒服的先手 在黑棋这个点又是绝对先手 走成这样的话 这骑黑棋已经很难被攻了 如果就走成这样 白棋只能跟着硬一个的话 这个基本上就是个安定的形状 而白棋如果走这个 如果之前能抢先走到一个这个 这是明显具有一个压迫性的一个下法 这黑棋如果 在这个一带出头 很难出头 黑棋估计只能跳 跳白棋扳了一虎 黑棋依然很薄 这一个下法就是 对上 这个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这出入还是很大的 白棋将来不走 还有点靠之类下法都有 实际上白棋走 这黑棋走 白棋贴下也是气势 关于脚上这确实将来还有 有了这个以说 白棋扳以后 脚上白棋无论有这个这个 有各种各样的手段 确实本身价值非常大 但把进攻的主动权交给了黑棋 黑棋点完以后 其实这次黑棋还是应该要先拐 这拐确实现在价值越来越大 黑棋挂脚 这也是一个理念性的一个变化 按照之前的理念 挂脚是肯定挂得到的 因为觉得双飞烟的价值非常大 而现在AI的一个出现以后 挂脚这一手骑筋 基本上是挂不到 除非就全局的价值就是这里最大 而现在大家觉得双飞烟 就是都没有像以前想象中那么大 只要外面有几锁 或者有更大大厂的话 白棋经常会脱险 所以这也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变化 实战黑棋走完以后 白棋先攻 再出头 这第一杆这骑还是压比较多见一点 连着压比较 但实际上曹永颖的棋风可能是觉得 就像这部利一样看出了 他不愿意搬来打吃 他觉得这种不愿意下太损的下法 他更喜欢含蓄一点下法 所以先出 将来这个飞下也很舒服 飞下这里各种各样的余味 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这里的余味 黑棋这里的味道非常不好 因为白棋拐了一打吃 这些味道都借用特别多 白棋无论如何 不能把这里当做黑棋有个子来下 黑棋如果有个子 把里面当了没有余味的话 这次白棋肯定不行 就是因为有余味 所以一定要围绕着这里做些文章 既然白棋走了以后脱险了 那黑棋作为气势来讲 双飞烟 白棋压 长 这也是常见的一个变化 小剑 按照以前的一个定式 白棋这其实是尖顶 黑棋斑 这个定式估计 观众朋友们应该是很熟悉的 这是一个传统的老定式 白棋断 然后下这个定式的话 我们先姑且不讨论 这个定式有没有被淘汰 就从这个局部来分析 和这个配置来分析的话 显然黑棋很满意 黑棋这里厚了以后 这里几乎就自然成空了 将来再跳一个 这效率很高 然后这里黑棋可以打持着沾 甚至打持着挂脚 很容易把这个局面打散 这个白棋多多少少有点不满意 无论实地啊 配置上都是有些 更何况现在 AI有了一个新的定式 就白棋小飞 这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下法 他认为这里 所以我不怕你冲断 我并不怕你冲断 冲断 黑棋如果本身直接冲断 本身就是件很无聊的事情 白棋即使跳或者断 黑棋都很难硬 白棋就跳一个就好 这个黑棋并没有说 黑棋班章也没什么了不起 白棋的脚活得很健康 如果点也不怕 点白棋立时先手也不怕 所以直接冲断不行 黑棋更适应远远的瞄着这个攻击 其实下到这个局面是 我们在41手的时候 双方都进行了一个换人 北海队是由李乐 也是一个职业五段棋手 换下了第一棒的袁廷玉二段 而我们是由张强五段 换下了那个曹又颖 这不跳 远远的瞄着这个 同时也是瞄这一块白棋 这个白棋尽管齐长 但同时其实并没有一个明确眼位 另外一个很现实的事情 就这个拐断 一旦黑棋后视了 那白就可能对白棋发起这个拐断的攻击 但当然现在黑棋太薄 这现在还不怕 这是有一个分歧点 我们其实在研究室 而陈威廉是这样 是一名棋手在台上下棋 其他棋手在台下研究 研究有了好的下方 我们可以通过暂停和换人 把这个研究的部署带到那个 把部署带到棋盘上 这是其实我们进行的一个讨论 有的棋手认为这首跳的价值非常大 实战他确实也是跳了这首 因为这跳几乎是双方都特别想下的一步棋 另外一个其实这首爬的价值非常大 爬黑棋如果走这个 四 沾 这两个手白棋肯定是先手便宜了 将来白棋飞下以后 有了这个子的接应以后 下方会多很多 黑棋如果接一个的话 那这里的木树出路特别大 将来白棋再可以拖了一沾 这些手黑棋感觉少了十木齐左右 但张强在场上拘后他表示 这个肯定爬不着 他认为黑棋肯定会挡 这个首先木树特别特别大 同时还有眼味的问题 白棋肯定飞黑就跳 其实这两个也是非常舒服的 如果我下了白棋的话 我估计我会先把这个爬了 因为这个爬的价值确实太优人了 实战白棋这个跳 跳当然也是非常非常大的一步棋 为什么这么说 本身的价值 黑棋一挡 即使里面没有任何棋 一挡就有十多木齐的价值 同时还有眼味 更主要是里面的余味 白棋是最简单的管 黑棋这棋固执也只能立 白棋冲 可以走 白棋可以看成这样 可以把这个子给啃了 这我们就可以跟刚才简单的比较一下 如果黑棋一手挡住 这是什么 这脚上实地都是黑棋的 里面也没有了 少了无数的余味 白棋只能靠这个断 白棋只能靠这个了 靠这个先手 那对黑棋的一个基本的控的一个变化 只是这里有些先手的味道而已 跟刚才那个伤筋动骨的下方完全不一样 这几乎就是一个角的出路 这所以张强就迫不及待 一定要把这手骑抢到手 但抢到手以后 付出代价就被这一冲 被这一冲特别难受 如果白棋直接退的话 那黑棋肯定不会管 黑棋肯定会下到别的地方 比如说拖啊 比如说断啊 那跟江外白棋再爬 黑棋就算再尖 这被冲到一下的差别还是很大的 就算黑棋挡住 将来这个斑瞻 就已经差不少了 有加的变化 如果走这个的话 这个斑瞻以后 这个加就不成立了 况且本身也是损了 而且这个冲断 将来直接冲断的感觉也好很多 不会被打一下 所以这冲以后 白棋这个确实特别麻 当我们很难做选择的时候 我们骑手特别喜欢用麻这个字来形容 如果退的话 损失很大 先亏了 退一个先冲一个 先退一个肯定很亏了 但如果挡住的话 被黑棋拐 那这部这个字的位置显然不如这里 在这样的一个选择之下 白棋实际上他还是毫无有余 在这种情况下 一定不能让对手看出你的麻 越看出对手会对这部冲越得意 所以他在尽管很痛苦 也要在很快的时间做一个选择 只要他毫不愿意就把这一挡 就要求说你这不能脱线 因为如果脱线的话 那黑棋冲一下反而损了 你再脱线我就要爬 那你必须拐 但这个拐的价值确实非常大 将来 首先将来这个冲 尽管还是后手 但冲端完以后 将来各种搜刮就很舒服 而且黑棋急的话 可以抢一个先手 先扳一下再冲端 白棋打吃 白棋提 黑棋是攻击 所以这一手棋也是无论 木树啊 后保啊 都是价值非常大的一个地方 实际上冲完了一拐以后 白棋现在面临了以后 就是一个 如果把这里全部点成实地的话 黑棋已经有多少木了 我们刚才这十四二十二十五 这七八木棋三十三 这一点个两三木总 三十五 加这黑棋就有五十木了 白棋现在明确实地 几乎一木棋没有 那我就所以 又要回到刚才的一个话题 就无论如何 不能把这里当作没有棋来处理 一定要有具体的招法 同时要对这一块棋进行一定的攻击 实战白棋这虎 后切大 黑棋走这里了 白在一阵 这不正 其实我们稍稍的有一些意外 我们更喜欢它 在这里 白棋可以先拐一下 先适应手 黑棋估计这是只能走这个 走这个的话 由于白棋这里还有先手 这打迟了跑出来 这有点受不了 这个几乎都先手 这有点受不了 黑棋退 退完以后 白棋这块已经全厚了 厚完以后 白棋就可以完全发动攻击 比如说白棋可以挤这个 黑棋尖 白棋点 黑棋走 白棋贴下 白棋可以有这样一个下法 黑棋如果沾 黑棋如果虎的话 白棋再一般沾 这猴是先手 白棋一般沾 这黑棋几乎只有半个眼 加这个一个眼 那这将来被攻起来 这个 离车的回家路还很遥远 更何况白棋通过攻击 自己得的目数也很多 这个是很厉害的冲击手段 另外一个白棋可以先走这个 黑棋尖 白棋冲 刺 这一串 这一串也可以把黑棋 黑棋几乎都已经不一定敢要了 黑棋如果要的话 白棋将来在这点 白棋可以先扳一下 再点 黑棋靠白棋加 这眼型也是非常的难受 即使白棋往中间走一走 这个黑棋也面临着搜刮 所以 这是更想白棋来对这里黑棋进行一些搜刮 先手的一些搜刮 这很厉害 实际上白棋震 下的稍微有些松缓 他是希望黑棋走这个 黑棋就简单比如说补个活 白棋再把这个逼住 这样的话确实是白棋形势不错 顺风满翻的一盘棋 但实际上黑棋拼得很凶 白棋在正的时候 黑棋做出了这个选择 拖这个 又是一部 AI的 典型的AI的下法 大家都知道AI点33 但现在点33的话 白棋的选择很简单 白棋无论肯定是会走这个 走完以后 白棋就算长一个 抢个先手 然后这一般本身价值又大 这一代就自然而然成空了 同时也发挥了白棋中央后卫的一个威力 这一块是很容易做得非常的大 那怎么办呢 那这个时候他想改一个方向 希望如果白棋搬 黑棋走 白棋粘的话 黑棋一飞 这个图比这个图要好不少 作为黑棋来讲要好不少 况且将来黑棋搬张 几乎都是先手 这图白棋不能认 如果白棋挡的话 那 他不经意间被黑棋换了个方向 就等于 黑棋走这个 黑棋点了白棋挡了这个 这是这部棋的用意 走 白棋粘 黑棋飞 黑棋走这个 下得很凶啊 可能北海的认为刚开始的时候布局还吃亏了一点 尤其挂脚被白棋飞了以后 从整体来看白棋更满意一些 所以他选择两边都要的一个下法 如果黑棋本身黑棋拆个1的话 白棋至少走一个 这白棋满意 因为这本身这里黑棋也是漏风的 黑棋实际上选择两边都要的下法 如果这么下的话 感觉进入了黑棋的一个思路 正好是黑棋的一个意图是这样 这显然白棋不太愿意 但实际上这个时候正好是60时候第一阶段结束 第一阶段结束的时候 有应该说是有5分钟的暂停时间 我们可以做一些战术 当时他们白棋的时候 说黑棋走这个白棋走这个 其实白棋断就可以满意 我听到这个说法的时候 当时是大吃一惊 然后他们告诉我 这是AI有推荐的一个下法 电脑比较喜欢的一个下法 我依然无法理解 尤其是白棋有了这个二路利以后 去吃这么小的两个子 很难理解 实际上我们确实选择这个下法 我一直认为这个下法不是太好 这吃的木树特别小 尽管是AI推荐的 但我依然不太认可 我觉得还是要站一站 我觉得这个战斗还是应该是必须要有的一个战斗吧 这吃这两个子实在太小了 为什么周瑞扬 世界观周瑞扬 他们也知道这个吃的小 为什么要选 他更重视的一个是什么 是先手 但无论如何 我无法认同这一个下法 吃的太小了 我觉得还是班出比较大一点 当时这确实是我们团队做的一个决定 大家都认为这是先手更重要一些 这个多少有些不解明 在目前白棋形式上可的一个局面 现在又因为是大贴幕 大家就觉得不能太松 只要这个 就是这起完全可以再掌握一点 这个把这里 无需在这里对黑纸做更多的一些纠缠 而是要强调这个下法 尖 这有一种图成避现的感觉 对手这时第二阶段 因为可以下60到140 大家都会把自己最强的棋手派上来 我们上了周瑞扬九段 而对手上了同样的世界冠军 十月九段 十月在前两盘棋的中 表现应该说是非常出色 第一盘棋就是他上场以后 通过几个节征的转换奠定了胜局 而第二盘棋是 他们上场的时候 已经是非常困难一盘棋 而十月把局面给稳住了 应该说两盘棋都下得非常出色 实际上黑纸搬 在这样一个局面下 当时我们很纠结 这被搬一下以后 觉得这棋很难选择 首先肯定不能直接吃 吃被黑纸冲过来 这有点受不了 那挤的话能不能挤到 也是个问题 实际上搬一下 实际上搬了再打吃 是否损了 因为黑纸如果站到本 白纸可以立 立了又大身腿 搬一下是否损了 要考虑 能不能打到要考虑 但如果从现在局后来看 这些想法 无疑是想的太多了 这个下法 白纸肯定要联络 不能联络不行 而且搬 不可能搬不到 黑纸如果打吃被白纸飞进来 这实地上也不领先 黑纸实际上 这个其实都是无需要我们担心的事情 但也可见到成为连这个团体赛制的压力 如果大家个人赛的话 肯定这里下的会非常的快 白纸实际上 当时优势已失 也是他局后 比较后悔的一部棋之一吧 这盘棋应该说周六阳发挥的非常完美 但这部棋我觉得稍稍有些缓 这局后他就说 这起白纸无论如何要虎 其实这个虎 黑纸绝对还是不敢沾 沾了我们可以讲 白纸这一加 再一挖 这个手段很严厉 白纸长 黑纸踢 白纸再一爬 黑纸只能走这个 只有白纸飞过 黑纸下面一个眼都没有 而且白纸这手正现在一以生辉 黑纸这块旗 应该说已经是到了危在旦夕的程度 黑纸如果虎的话 白纸冲 打吃 断吃 这个图基本上是已经是一个 黑纸全灭的一个图 实际白纸点 点以后走着 不是白纸 没有白纸一段 实际一段 黑纸十月非常亲密 把这个给逆收了 这个价值非常大 无论后报 本来说白纸走这个 黑纸要怎么活还挺头疼 黑纸估计只能走这个 或者走一个这个 这个里面味道还是很怪 所以这期黑纸本身很痛苦 白纸再把这个断了 这里面收刮很厉害 实际上黑纸把这个逆收了 价值非常大 无论后报还目数 这个被逆收以后 其实这局面 白纸优势几乎就不存在 已经很接近了 重量先打入 走这样 这一手又是充满优势意识的一手棋 其实在这个局面下 白纸除了这部管 这个打入其实并不着急 白纸这时还有这个加的 一个非常严厉的一个下法 黑纸加的话 几乎这个顶肯定是不太行 这我们就刚才讲过 白纸其实再爬出来 这个黑纸也很困难 所以黑纸只能走这 走这白纸跳又几乎是绝对先手 黑纸只能粘 白纸小尖 黑纸只能挡 这都几乎是命令型 然后白纸拆个一 这棋客观讲 黑纸要想把白纸这块去吃了 这简直是天方夜谭的事情 如果走黑纸 首先你要先封住白纸才能吃吧 那白纸其实这棋小尖一个 或粘一个这基本上是一个完全的活形 如果下成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 白纸几乎就是通过一手棋把黑纸一个大本营全破了 甚至白纸的木树也超过了黑纸的木树 这个收获太大了 但几乎就是没有任何变化的一个下法 黑纸不可能忍这个吧 忍这个白纸走了一般 或者往里爬 黑纸都无法抵挡 只能走这样 跳无论如何不能被断吧 这断这杀起杀不过 而且黑纸齐形很薄 也不能忍吧 忍被爬过太简单 这一跳 几乎没有变化 这应该说是白纸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这一加几乎可以继续 只要这里一出棋 可以明显奠定明显的优势 甚至于这棋其实很简单 这个格局 黑纸实地多 黑纸这两块空非常大 而白纸厚实 白纸一定要明显的收获 像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实际上打入 但周任的棋一向是非常的稳健 他的棋的对局面的判断 对棋性的理解 甚至棋的天赋都非常好 他认为这棋没有必要去搅这里 而且本身 更主要是他认为将来这样搜刮 白纸去活一块 为这的便宜 他还要防着将来这里的余味 因为这活完以后 确实这里 左上白纸木梳啊 后薄会损失不少 现在这么走的话 白纸将来空里藏着手段 还是很多 就像我们刚才讲了 搬了段 如果走了这个的话 打吃了一粒 这个搜刮 至少能搜成这样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简单的图 就可以搜成 就这是一个最简单的图 就白纸就最臭的 打吃了一管 也可以先手收成 这里至少有十木棋的价值 所以他认为未变得便宜 他更喜欢下一种掌控式的图棋 所以这两手棋 也充分体现了 重量的一个风格吧 但同时也是一把双刃剑 这么选择了以后 既然棋 这个就是缺乏对对手的一种冲击 一种犀利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局面的一个选择 这也是看得出一个棋手的一个棋风 然后长 一段十月的好手 这手棋应该说下得非常的好 走完以后白纸如果打吃 白纸战只能打吃 如果走这个的话 黑纸这两个都是先手的 当然明显先手不便宜 即使黑纸粘或者退 即使黑纸退 白纸要连会去都要动点脑筋 只能这样 那这个太委屈了 本身预想图应该是这样的 这走完一个以后 更何况黑纸粘 白纸走 黑纸一退 怎么连还要动点脑筋 走完以后如果这也被先手 一般只能靠这个 那总是有点吃力 而且黑纸有可能还最狠的 会顶 如果飞黑纸粘 这个没法接受 如果吃 粘 就是白纸十分痛苦 爬 甚至还要顶住你 打吃 反打 这个白纸有点受不了 所以这个不断以后 这个反击还是很犀利 白纸想来想吃这个 这必须要让黑纸付出代价 走这个 黑纸单冲 又是充满职业感觉一手 走完以后再打吃 再一跳 这一代十月的处理简直可以给满分 下得非常出色 白纸我们来算一下账 白纸破了黑纸没几木纸 而黑纸这里的木数增加 甚至这手跳的价值 都有价值 跳限制中央又限制右边 这个时候应该说是 北海高新队的黑纸 渐渐占据了一定的上风 终止原因 白纸这个打入可能长发力点 这个决战地点不如放在这里 还是一个战略战术的问题 白纸打吃 扣 一飞 骑行 大家可以看一下 十月的骑行却掌握得非常好 这是白旗渐渐非常困难 这其实从道理上讲 白旗并没有落后太多 但实地是一个非常大的压力 如果这里没有旗的话 黑旗盘面要将近20多目的旗的优势 白旗无论如何要搜刮一点 点 甚至即使在这个时候 我们还有人提出 就是是不是要叫个暂停 然后加来跟他决战一下 因为我们认为拐的话肯定会退 是不是在这加的话决战一下的话更好一点 大家可以比较想拐完退 然后断吃 吃这个是后手 而这样搜刮的话 即使搜刮也便宜 搜刮是先手 所以 但周热阳这旗旗就这样 不慌不忙 继续慢慢地攻击 他对自己的后半盘 尤其是后卫的发挥 很有信心 力非常沉稳 先把自己做活 如果这个黑旗继续沾的话 白旗搬了一虎 一边扩张自己的引用 一边破黑旗这个眼 同时还有这一个 对这里的一个袭击的手段 不论点或者点这个 实际上这部利又体现十月功利的一手 白旗断 看上去追上了不少 有收获 但实际上黑旗搬了一粒也非常大 甚至黑旗这时 也可以考虑抢个先手 一旦黑旗如果能把这手机 抢到双方实地的平和 彻底被打破 这也是非常狠的一个下法 十月绝这次没必要 实地精领先很多 让你追上一点就追上一点 先把这个利了 这也是飞 吓到飞这个时候 应该说黑旗十月的表现 应该说是完美 在这个局面下 已经渐渐把续盘式的稍稍不利 扭转 不仅扭转 还就是已经占据了一定的上风 而白旗我们整体的一个形式判断 多少有点缓 这部小间是一个不易察觉失误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可以看这一手 白旗这一部粘 是后肌勃发的好手 是周瑞扬功力的一手体现 为什么这么 因为白旗走完以后 不走的话 黑旗这部顶式先手 然后吃式先手 换紧一小间 随时随地都是活起 白旗十三要求走这个以后 黑旗如果粘 白旗会有这部 加的吸力手段 加黑旗如果粘的话 再被白旗一冲 这搜刮的有点惨 白旗管 这搜刮有点惨 如果只能靠这个做活的话 白旗在这一档中间一下出了十多目 那形式就完全有可能逆转 如果黑旗走这个 白旗就挖一个的好手 黑旗吃 白旗吃 黑旗吃 白旗沾上 这个就黑旗很痛苦 十三十月继续往这跳 白旗拐 黑旗挡 这是让我们大为是有些意外的一手 更多应该立一个好一点 十三挡以后 这是充分体验了周六阳的一个敏锐 他把这个打拔了 然后一靠 这是最后发力的一手 黑旗沾 白旗抽 这是十月出现了败招 这步旗实在 应该说是 这是犯了一个特别低级的错误 黑旗这时应该走这个 白旗断 黑旗沾 黑旗实在是顶了这个 这一进一间 不进一间插了半个眼 插了半个眼的直接的威胁 就是这块黑旗出现了一个 非常非常的严峻的一个 被白旗一吃 整块黑旗不活了 我们可以再看几手 可以去拐 压 扳 长 让白旗顶 这是 马上到140首以后 周六阳九段 在这里非常老见的 连续几个 打了几枪 尽管周六阳贵为世界冠军 但他这更是一名团队的起手 在他看不清的情况下 马上又要马上到第二次基础战停 他选择了打枪 把变化看清楚 然后让同伴 让同伴做出 经过五分钟的研究以后做出了一个 这几下都是保险 最后这下一击致命 抓住了这样一个机会 一击致命 通过这盘棋可以看出 陈威廉完全是一个团队性的一个赛事 尤其周六阳九段 在这盘棋的表现 非但从技术上角度讲 非常的完美 同样 他更是一名团队性的起手 他把团队的利益 完全架零于自己个人的意义之上 他在尽管已经觉得把握很大的情况下 依然选择了稳妥 这也是陈威廉接力赛的一种谨慎 他选择更多的进行一些打枪 来更增加获胜的可能性 然后把最后一击致命的机会 交给了下一名队员 非常感谢大家对这一盘棋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